为什么孙力人当时不能改变天象 那时他还不是战神呢 而是一个杂牌军的小师长 他这一世刚以大将的身份出现 这一世能不能再修成战神魏帝 得看他的修行 修好了才行 修不好照样不行 这一句话我就不太理解 是不是说他现在 因为他1990年死的嘛 那么现在应该也是二十多岁啊 9080 9000 20多岁 28岁 28岁 是不是说他现在又是一个将军 就像日军那些名将那样 那天毁了自己的修行 就南京大厨杀 那天毁了自己的修行 就不配对应金心 孙力人怎么修的 前面十二章我们不断展现 修 那这样讲 那这样讲韩信和岳飞也是因为这个 他就是 他生命的来源 整个他没有干过坏事 整个就累计的他都没干过坏事 拯救了中英友军上万人还全身而退 当事无双 无人不服 任何人都服气 这才是修行成功 才能有战神主尊的称号 才配对应金心 才能 汇集 类似的威德 改变天下 这个非常重要 类似的威德 大了 这句话最重要 类似的威德 才能汇集 类似的威德 改变天下 那个 印度军队的首领 不是不是 印度的总指挥是 那个斯蒂威嘛 英国军人还是美国军人 是鲁术转生 自己作恶 这是我写的心得 我从他这个上头悟道 自己作恶也逆天 也改变自己的原来的好运 天都讨厌你 本来是战神的命运 也因为干了逆天的事 而毁了自己的修行路 本来是战神的路 干了那天的事就要改变人间的日后对应 新的天下出现 新的天下出现 新的天人合一 历史出现 像不像习近平 本来他很有德的 没大坏事 也没血转 也没出卖国主 也没杀人 不珍惜 非要去干几件坏事 把他老脸都 八人对八人 十二月一号说的话 他敢推翻 你不老脸都没了吗 自己给自己 在历史上钉词如舵 傻呀 为什么傻 撒旦魔给他下了魔咒了 因为他去求他嘛 到韶山去求 到上海一大会子那去求 又到二百年人民大会堂纪念嘛 克斯那去求 就附体了 南京大屠杀的惊天罪恶 改变了天下 人与人间的对应 日本那些名将 东条英姬 阿难为己 三本五十六 三下凤文 本间雅琴 梵田贤二郎 木田口怜也 田中心一 也都是因为逆天禅暴 毁了自己战神的修行之路 天厌恶他们 所以金星也改变了 他们在人间的对应 重新改变的历史 也是按照天象的法则而改的 新的天人合一的历史 天道无亲 天啊 老天爷眼睛 倍儿亮 不讲亲 亲不亲 常与善人 只认谁善 只认谁善 无认谁是亲人 生生是亲 亲人多了 你一转生都又不知道谁是谁 谁的爹 谁的妈 谁的儿女 多了 倒过来 所以就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天法是公平的 谁修得好 有助谁成 就助谁成 谁修得好 就助谁成 谁就像传统文化的经典中讲的 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归善 只要归善 这不是那个2018年年三十新唐人那个新年网会转播最后一个节目 那个报幕的时候说 这个 不同的文化有相同的传说 就世界各地 不同的文化有相同的传说 在结难时只有归善的生命才能得到神的接引 才能回自己的原来的家 好之为之吧 孙力人还是客 两年之后他已修成了兵家的王者 就是说他原来到过印度战场 在三国时期 他给那里的人说 1700年前说过 如果诸葛草 开了的时候 就是我回来的时候 这是第56章 千年语言 王者敲归来 天免战场 真正的主角 孙力人 在三国时代 成是诸葛亮的历史渊源 孙力人 虽然没有人间的王冠 却是精心对应在人间的战神至尊 兵家的王者 哇 1700多年前 诸葛亮南征七秦梦获带去 先进的大汉文化 归来时印蛮邦 今天的缅甸一带 都要挽留 指这一种从来不开花的草 留下预言 说 当此草 也叫诸葛草 今天叫诸葛草 当此草盛开之时 我会重来 1942年 诸葛草在缅甸盛开 缅甸人惊呼 诸葛孔明要来拯救我们了 4月20日 孙力人在缅甸 1945年 1942年 4月20日 孙力人在缅甸创造了 仁安要大节的奇迹 震惊世界 但无力改变 上司们乱指挥造成的大溃败 他掩护主力 撤退之后 冲出日军 重重困围困 神话般的 合着天象的脚步 撤到印度 离开是暂时的千年城